上面都有,而且包含就是所有的那个 这边有个程式码,就是 需要的东西,假如你将来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做错了,可以比对一下,因为我发现 同学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那个好像是头尾,不知道他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删掉还是怎么样,就会 整个乱掉了,有头没尾那种那种感觉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做出来我希望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大概长这样子 然后呢,底下的画面都是会有个home,跟有一个nest,下一页下一页 那底下的话会有个netbar,也就是我这个地方呢,希望可以有一个这个netbar放在下面 跟102或者是前面的练习不太一样,是这个netbar的位置不一样,本来是在上面 本来应该是这个header,header的上面 那我希望会放在下面的位置 那未来我们练习,也许可以把netbar放中间 那你们的变化题 那当然我会希望说,一样 类似的形式 也许你可以把比较多的 景点 放在list view里面 然后呢,一个大的地图 那这两个位置可以颠倒没关系 也许你觉得地图比较重要,你可以把地图放上面 然后清单放下面也可以,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 不过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之前同学做完之后,发现就是说 这个颜色黑黑的,感觉不好看 底下颜色也是黑黑的,不好看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这个 里面的颜色变得比较鲜艳一些些呢 其实我这边有提供 这个延伸的学习 之前有同学问,然后我延伸在我的那个Fonegap懒人包 你们在那个Fonegap懒人包里面可以看到 这边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第三个吧,就是如何让App更鲜艳 这边有一个叫ThinkRower 这个 ThinkRower这个东西 实际上也是一个网站 它里面的话就提供让我们去设定什么 设定那个我们版型的颜色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可以让你的颜色变得比较鲜艳 本来我们原来只有什么 只有四个,只有五个颜色基本色 黑,蓝,银,灰,黄,这几个基本色 但是呢,这几个颜色看起来其实太单调了 所以如果将来你希望怎么样 让它变漂亮一些,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绿色系的 等等的,或者是咖啡色系的 那假设你希望快速的把 这样的一个布景主题 套用上去的话 该怎么做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做说明 这个部分是延伸的部分 那另外 底下还有相关的东西 上个礼拜最后是有讲一个List View 所以如果上个礼拜 假如你List View有错误的话 其实我比较建议你 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那个 我们那个 就是程式码部分 它一定是UL 后面会有个Data Row 叫List View 如果你这个程式码 假如你做出来有问题 我比较建议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 到底比对一下 有没有错误 那再来的话 把图放进去 那 这个底下的导览列 导览列做我想 前面我们做了蛮多次的 不过还是会有同学做错 那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 插入一个DIV 一个版型 然后把这个版型改为 这样内版 那再来怎么样 一样在里面有个UL 那 比较多同学做错的 通常是怎么样 会把这个Data Row 不是放DIV后面 而是放在 UL后面 这个就发生错误了 那解决的方案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Data Row 搬到上面去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再来就是 增加几个小按钮 增加超连接等等的 那另外比较关键就是 回哄的部分 这个我底下有这个操练 这个这个 程式码 那你也可以贴 那记得你就是要贴对地方 把它贴上去 特别说这边我示意图 怕各位同学做错 所以你只要照着做 保证不会做错 OK 应该很清楚了 这个已经够清楚了 那还有就是说下一页 比如说每一个每个的下一页 那这一段程式码呢 一样贴到这边来 OK就完成 所以上个礼拜的关键的部分 做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 一个list view 然后一个图 每个都可以做超连接 这边也可以做超连接 那点击进去之后的话呢 一样可以回home 那一样可以下一页 继续下一页 继续下一页 那可以一直循环 另外的话呢 请你在一个文字的下方 放一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实际上在image 里面都有啦 就是p1就是这一张 把它拖拉过来就有了 那你们的变化题 也不要找得太复杂 也不要找得太大的题目 因为有的时候景点太多 反而你要做很多的动作 那基本上我希望看到的很简单 最好就是四个 比较重要的景点 那如果四个景点放不下 你就放在list view里面 也就是说你 回首页这边 假如有更多的话 放不下你就放list view里面 然后放一张图 那每一个景点里面呢 最好就是有一个文字叙述 简单一点的 底下呢 你就找一张对应的图 让我知道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景点 就会比较 让人家 比较清楚说这个地方怎么去 甚至呢 最好是你是不是可以底下提供一个什么路线图之类的 这样的话更棒 OK 那这个是我们 上个礼拜的一些相关的重点 如果 同学有问题的话 不妨可以 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这相关的说明 那待会的话 我会来看一下就是有关 如何让我们的那个 不仅 变得更鲜艳的这部分 那我是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的那个phone gap 这边有个懒人包 那在懒人包里面 不是说只有那个什么 我们 就是 之前讲的那个部分 还有其他的更多了 那这个有个sing row 这个 OK 那各位先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除了会给各位时间 做那个变化题的练习 变化题的练习 当然还是以那个106 这一题当成是一个 范本 那你就把 你的那个106的部分 稍微再改一下 我想大概方向 大概就跟106差不多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个106变化题 那你制作的流程 我是建议 第一个 收集 什么 文字素材 就是把你要 像我们那个data里面有 每一个景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 总共你几个景点的文字素材 你可以先 输入在一个记事本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你再去收集相对应的 图 就是说 每一个景点对应的图 景点对应的图 当然 不只 但如果你有超过一张以上的话 也可以 比如说你不只一张的话 那你就放个两张 放个三张 其实 这个大概也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你就把这些图档 全部放在images 那个资料夹里面 将来利用拖拉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就把这些凑一凑 里面不仅的 那个 包含就是一个home 然后底下的话会有 其他的页面 然后需要的用的 元件 不怕就list view 跟net bar 还有一个 影像地图 大概就类似像这样子 我想就足够了 那 做完之后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那个thing roller 这一个 这个网站里面提供的功能 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怎么样 把那个颜色稍微变更一下 让它变得更漂亮一些些